那这个是DIY红细工 当水位达到一定的水位的时候 下面的水流就会变成很快 把整个桶里面的水 全部清了 然后再重新填满 这个大概一个钟头里面会发生三到四次 这个系统上面是可以种菜 下面我就养鱼 然后鱼水将会被打到上面来 然后通过那个流 固满这个桶 你看那个水位越来越高了 上面银行中 那个水位开始流了 你看那水开始流了 然后它随着里面有一个真空状况 它会把那个水全部吸掉 全部流到下面去 以至这样还可以造成 有一个雨水的 filtering 还有这个里面我们也会有那个K1的那些 让那个好的续菌成长 把那个不好的阿摩尼拿掉 然后你看现在它已经开始大量的流水 刚才没有流水 现在大量的流水 它的水位就会慢慢下降下来 这个大概一个钟头里面会发生三到四次 这个就是DIY的重庆中 只是用一个简单的水壶 不要的水壶 里面塞了一个 那个水管 然后把那个水管弄一个喇叭口 给它水位倒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现在的水位慢慢下降了 它会流到最后的那个最底层 然后又再填满 然后又再造成这个洪水功 谢谢大家的观看